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这个单元是靠北长官每日快报 是针对靠北长官昨日的内容 截取几则留言 来做我个人的意见表达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则留言 542旅石头营 独立营区英碧鲁 真的好悠闲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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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从我出任官的时候 部队里面就是这样了 喝酒开小火啦 个年至少也一个星期一次 但自从严格军纪要求 以及酒后驾车罚则变重之后 就改善了 没想到现在的部队 竟然还是这样耶 太让我惊讶了 颜德发部长 因为军中的喝酒文化 在去年6月也重申了禁酒令 但是部长很多军人都不理你啊 酒照喝 驾照修 还在营区喝了耶 这真的是军纪荡然无存啊 你还记得今年的5月 国军军风纪案件专案报告吗 你说只是少数官兵不守法 我也知道是少数啊 你做了什么处置 5月到现在发生多少严重军纪案件 你自己数一下 你还入阶的耶 你还装甲兵耶 你告诉我 要怎么样让国军部队完全没有人在营区内饮酒 如果有人看到这个影片 麻烦帮我转发给部长 让他知道 我一直在管制他完成这件事 第二则 给准备下部队的专十四期学弟学妹一句话 下部队除了要带观念 建议连执行备章也顺便带一下 不管是领导职还是非领导职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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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留言的人到底是什么心态 你是在专校就这个样子了吗 还是下部队后被烂学长带坏了 看你的治理行间完全散发出那种很烂很凹 什么都不想做等领钱的那种人 可悲的是这种人在国军里面还不少呢 国军是国家的军队 国军是讲法律讲规定的地方 不是你的军队耶 到底是要带什么观念 至于执行的部分 请依据基层部队内部管理工作手册执行 专校十四期的毕业生 如果下部队遭受到不平对待 请告诉我 我们一起把他们铲除 还给部队一个干净的地方 第三则 至东部某位老士官长不要再乱搞 不要插手人事案 你所谓的公平只是安插自己的人马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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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留言看起来好像是资深士官长影响人事案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位士官长是士官督导长还是与会的士官长 如果是督导长的话 您是主持人 怎么可以影响会议其他委员的想法及决定 那如果你是与会的委员 你又是怎样去影响其他委员的想法及决定的 不会先召开完会前会了吧 还是早就打通电话给其他委员沟通过了 评议会还是有很多问题啦 下次我会另外开一部影片 专门讨论人评会及视频会 敬请期待 第四则 269金融山营什么时候才有清醒的一天 各位高阶长官们 底下人不做事就继续不做事 放给他烂blah blah blah 这个留言让我想起军中常听到的一句话 会做做到死 一些表现好又认真的人 事情永远做不完 事情做不好的人却越误越来越少 这样的情况在部队里不难看到 但是要完全排除这样的情形 似乎又不太容易 担任主官官 我相信你们还是会把比较重要的事 交给你最信任的那个人吧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能力不好没有关系 军中几乎所有的事物 都只是经验的累积而已 只要你肯学肯做 绝对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军人 不要再摆烂了 第五则 五叉两旅 泡兵营 听说你们的连长都不给下属放假 整天只会凹下属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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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人家休假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严重哦 当军人谁不想休假 可见休假对于军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了 不知道连长用什么方法阻止你休假 罚勤吗还是禁足有发布人令吗有宪传吗 连长如果军事官兵真的有犯错 惩罚是可以的 但是要完成程序保护自己 如果只是以口头把人留下来 这就很不应该了 希望你能依法行政 以上是8月6日的靠北长官每日快报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失误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1 2 2 1 2 3 2 3 5